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预计本来今年流价跌10% 明年大概跌10-15元 整个跌了大概20-25% 大概两个月前我们看得没那么淡 最主要就是息率的改变 现在我们看全年跌5% 变成如果你说全球的息率 或者在美国十年期的债券息率 都是很低位的时候 其实对房地产的价格就很难跌下来 所以变成我们改了预计 下年那个跌幅会不会跌10% 或者跌多点或者跌少点呢 也都很取决于到时 其实全球的利益 美国十年期的债券息率 供应的选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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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才说的 你看回头五个月的新开工是跌了20% 我们全年估计都跌10% 你看这个卖地 其实在五六月也是放慢得很厉害 头六个月数据好像全国的土地消售都跌了 接近20% 你看到其实土地供应减了 新开工也减了 因为英分高 至于跟着减价也会刺激需求 变成一个供应的需求 我预计都会更加平衡 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 你会见到一个平衡的供应 demand picture 内房股发债继续是积极的 最主要就是你看到海外的利益比较多 其实内房股很简单 其实哪一道便宜又哪一道发债 那你也知道国内的资金比较紧 也比较难拿钱 息率比较高 而海外呢 其实资金比较多 那变成高息债呢 你看到其实全球来算 内房的高息债其实是挺吸引的 现在平均有8厘、9厘 小一点的比较10厘 那我相信未来也会见多内房公司 出来发高息债 而是借境内债 我们下来的